易奕提到黄子涛总能想到他嘴在前面飞脑子后面追的场景 他可以怒怼黑粉 不爱听我的歌就别听 可以三分钟定律陷入自恋自夸模式 也可以大半夜举着手机和王彦玲隔空用植物吵架 看起来就不太聪明的样子 但真正了解黄子涛的人会发现 这孩子只是看着疯 其实人很好 三观也很正 曾经在选秀节目《创造营2020》上 黄子涛和毛不印一起玩你画我猜的游戏 本以为黄子涛只是随便滑了两下 但没想到他笔画的竟然是手语 而且动作还非常标准 黄子涛为什么会学习手语呢 难道是为了作秀立人设吗 这里是咸鱼记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 暖心的狂躁男孩黄子涛 1993年 黄子涛出生于山东青岛的一个富裕家庭 和现在的人来分黄子涛不同的是 小时候的黄子涛非常内向不爱讲话 所以他的朋友并不是很多 直到上小学的时候 他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遇见了小男孩晨晨 刚开始的时候 小子涛并不知道晨晨是个聋哑人 只是觉得奇怪怎么有人比自己还内向 还不爱说话 但是在相处了一段时间后 小子涛从晨晨的父母口中得知了晨晨 有沟通障碍 只是这并没有让小子涛疏远晨晨 反而他开始天天走到哪儿 都要带着晨晨一起 有一次放学回家的时候 黄子涛看见晨晨被一群学生围在了一起 对他来说 自己的好朋友是绝对不能被别人欺负的 于是他二话不说就将晨晨从人群中拉了出来 自己则是和那群人打成了一团 回到家的时候 黄子涛身上的衣服破了 脸上还有不少的淤青 黄妈妈是又气又心疼 几个月后 黄子涛的旧病又一次复发了 考虑再三之后 父母便将他送去了武术学校学习 没想到黄子涛竟然直接就答应了 因为他想让自己拥有保护晨晨的力量 次日黄子涛找到了晨晨 并给晨晨写了一段话 我父母要送我去学武术 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回不来 等我学会了 就没人再敢欺负我们俩了 虽然练习武术的过程非常艰辛 但是黄子涛还是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最后他成为了班级中剩下来的学生 回到家后黄子涛为了给晨晨惊喜 还特意学习了手语 他就这样成为了晨晨的贴身保镖和翻译 与此同时 小子涛因为喜欢唱歌又不敢在人前唱 所以每次他都带着晨晨到没人的地方唱歌给他听 而且唱完之后 他一定要问晨晨自己唱得怎么样 晨晨便打着手语夸他 在晨晨的鼓励下 黄子涛逐渐拥有了站在人前唱歌的勇气 于是他报名参加了MBC的海选 凭借着声音好听和一身震撼的好功夫 他成功被SM的星探发现 被挖掘成了练习生 黄子涛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喜讯分享给了父母和晨晨 晨晨看着眼前这个为了梦想拼搏的大男孩 终于离梦想更进一步了 他也感到非常开心 而黄子涛在离开中国前 特意对晨晨承诺说 如果我当明星了 我一定让你在我身边 就这样黄子涛怀着期待和承诺 踏上了飞往一国他乡的飞机 但是想要成功出道的话 黄子涛要走的路还有很长 他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语言障碍 在别的练习生学习唱歌跳舞的时候 黄子涛还要额外付出两个小时的时间去学习韩语 而且因为语言不通 他出去吃饭的时候 总是别人给什么就吃什么 经常会饿着肚子 但即便再苦再累 他也只能擦干了眼泪继续坚持 期间黄子涛也不会忘记给晨晨写信 在信中他总是不断承诺 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遵守的 相信我 除此之外 每当他有机会回国探望家人的时候 他也总会叫上晨晨一起团聚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1年12月27日 黄子涛第一次以组合EXO公开亮相 并发布了武术视频和自己的艺名TAO 四个月后 他以EXO组合成员正式出道 随着一手咆哮的横空出世 EXO迅速席卷了全球 成为了众多少男少女心中的超级偶像 但随之而来的就是遍体鳞伤和极少的休息时间 比如在EXO的专辑中有一首歌叫做《上瘾》 里面有一个舞蹈动作是侧翻 黄子涛在跳这个动作的时候摔过无数次 腰部更是因此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而且繁忙的行程 经常让他一天的睡眠时间都不超过4小时 不过因为从小习武 黄子涛养成了轻易不喊疼的习惯 但没想到在2014年的时候 EXO迎来了最黑暗的一年 吴亦凡没有任何预告地和公司宣布了解约 这对于黄子涛来说是一场巨大的背叛 他毫不留情地在社交平台上抨击了这位曾经的好哥哥 但没过多久 陆寒也选择了退队 这让黄子涛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此时的他因为练习和演出积累下来的伤病复发 可公司却没有给他任何的喘息时间 依旧让他参加了组合的所有活动 高负荷的工作导致黄子涛的伤情加重 脚踝严重化浓 他一度疼到不能自已 黄子涛终于明白了吴亦凡和陆寒离开背后的心酸 于是他也和前两位兄弟一样选择了退团 黄子涛参加的EXO最后一场演唱会 公司没有为他准备任何的造型 他的衣服是向队友借的 头发是自己随便抓的 他拿着没有声音的麦站在台下 固执地比着组合的应援手势 他终究还是告别了自己努力过的舞台和往日的队友 回国之后 黄子涛也遭到了不少网友的讥讽 其中吴亦凡的粉丝冲在了最前锋 大家都认为如果黄子涛没有一个有钱的父亲 是绝对不会有现在的成绩的 一时间黄子涛沦落到了全网黑的状态 那时候几乎没有人能感同身受他的痛苦 因为他是带着一身的伤被父母捞回家的 面对网友的愤怒 黄子涛没有为自己做任何的辩解 他养好伤之后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晨晨带在了自己的身边 2015年黄子涛成立了个人工作室 他用高薪聘请了晨晨来当自己的生活助理 一开始晨晨推托者不肯来 但黄子涛觉得这是两人早就说好的约定 便强制着让晨晨到自己的身边帮忙 和小时候一样 黄子涛无论去哪里工作都会带着晨晨一起 后来晨晨不想要一直受黄子涛的照顾 便提出自己想要开一家咖啡店 黄子涛一听立马就投资了晨晨的咖啡店 其实在黄子涛遭受全网黑的那一段时间里 身边有人给他出主意说 只要他肯将自己和晨晨的故事说出去 那么不仅可以成功将自己洗白 还能获得一部分的路人员 但是黄子涛却态度坚定地表示 我对晨晨所做的一切又不是可怜他 更不是做慈善 晨晨是我的兄弟 黄子涛为了证明自己 即便不用这样的方式 也能重新获得大众的好感 他接下了很多活动 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TAO 用音乐作品证明了他歌手的实力 另一方面 黄子涛也开始参加各种综艺节目 在录制《闪亮爸爸》的时候 就有观众意外发现了 黄子涛会用手语和孩子们交流 但是真正让黄子涛耿直性格彻底出圈的 还是综艺 《真正男子汉》第二季 他在其中真实不做作的表现 让很多人第一次真正地认识了他 而后黄子涛也慢慢用自己的实力征服了观众 当大众发现黄子涛的助理 竟然是自己的聋哑发小之后 无数媒体争先恐后地想要采访陈陈 但是他们还没见到陈陈 就被黄子涛挡了回来 他告诉记者 他毕竟是个普通人 不想让大家打扰他正常的生活 而在谈及为何会让陈陈 担任自己的生活助理时 黄子涛红着眼眶表示 自己知道聋哑人在外面工作会有多么艰辛 所以他仅仅是不希望自己的发小出去受人欺负 这件事情被曝光出来之后 很多人都对黄子涛露转粉 但其实黄子涛的善良不仅仅是对身边的人 他一直都在对社会回馈自己的善良 2019年武汉爆发疫情的时候 黄子涛直接捐款了100万 在得知物资紧缺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就动用各种渠道筹集了15万个口罩 并将其送到了一线医护人员的手中 而当别人问起他的时候 他却轻飘飘地用一句话带过 也没有捐什么东西 无毒有偶 2021年河南水灾严重泛滥的时候 黄子涛又一次以工作室的名义 向河南郑州捐款300万 除此之外他还下架了自己服装店所有的商品 将所有的服装全部捐赠给了灾区 后来有网友统计 黄子涛前后捐赠的钱和物资加起了将近800万元 也正是因为这样 很多网友评价他是 四方有难 黄子涛永远在支援 也许黄子涛在很多人眼中不是什么完美偶像 脾气暴躁 动不动就怼黑粉怼粉丝 上节目不化妆 没有半点偶像包袱 可能他的演技也没有非常精湛 一直都在自己的舒适圈中 但是他绝对是有着满满正能量的那个人 相信未来的黄子涛一定能越来越好 黄子涛一直都给网友们留有性格耿直的印象 不单单是因为他平时的做事风格 还因为他在节目以及直播里面的表现 出道这么多年以来 黄子涛的绯闻并不多 而且一旦有什么黑料 黄子涛都会主动在直播或者微博中澄清 所以大众大多都对黄子涛的观感很好 然而这段时间黄子涛和徐一扬两人 已经多次被拍到照片 一向更知爱说的黄子涛却对这件事沉默了 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引得网友吐槽称死鸭子嘴硬 这里是咸鱼记 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黄子涛的恋情 黄子涛和徐一扬的恋情 貌似再也瞒不住了 先是被爆出黄子涛带着徐一扬一起和家人吃火锅 还穿着同样的情侣装 下午又被爆出黄子涛和徐一扬同居搬家的视频 通过媒体晒出的视频 能看到穿着一身黑衣的黄子涛出来之后 直接上了车 而徐一扬穿着一件黑白格外套紧随其后 出门静止坐上了副驾驶的位置 两人不需要任何言语 互动十分默契 随后黄子涛便带着徐一扬一起搬家 下车之后 二人因为搬家细节暴露了感情地位 黄子涛一个人蹲着收拾搬运行李 搬家师傅帮忙一同搬运行李上车 而徐一扬则是站在一旁看着 并没有动手帮忙 还拿着手机给自己自拍 完全不帮黄子涛 明明是两个人的行李 徐一扬却一点都不帮忙 黄子涛也没有生气 两人就像老夫老妻一样 早就形成了默契 能看出感情中占据主导权的人是徐一扬 而黄子涛在感情中的位置则是被动 难怪很多人说 不知道的还以为徐一扬才是老板 黄子涛就像个打工仔 在搬完家之后 黄子涛又当众脱下外套 穿着背心绣出肌肉大花壁 而徐一扬的表情一点都没有明媚 也没有赞叹 反而好像是嫌弃 黄子涛非常自然的脱下外套 给了徐一扬保管 而徐一扬伸手就把外套接了过来 两人一句话没说 一个眼神就足够 媒体之所以称两人已经同居 除了他们一起搬家之外 还有 徐一扬和黄子涛在一起上楼后 直到媒体深夜11点多蹲累了 离开现场 徐一扬都没有出来 也就是说两人一同过了夜 不过通过视频中的默契程度看 两人在一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在黄子涛带徐一扬和自己家人吃饭时 徐一扬在黄家人以及黄妈妈面前表现出来的也是女主人的姿态 不仅给黄妈妈咬汤成菜 还在黄妈妈面前用手去推黄子涛的脑袋以示惩罚 如果是员工 估计黄妈妈早就赶人走了 别说吃饭了 恐怕饭碗都丢了 但黄妈妈不但默许这一切 还很享受徐一扬的照顾 看她给自己盛汤 赶紧拿出筷子来接着吃盛过来的菜 这是对别人尊重的表现 可见黄妈妈已经认可了徐一扬这个未来的儿媳妇 否则也不会和她其乐融融一起吃饭了 有趣的是黄妈妈是个女强人性格 徐一扬也是强硬的性格 且徐一扬的长相和黄妈妈还意外撞了脸 不知道的还以为徐一扬才是黄妈妈的亲闺女呢 难道黄子涛女朋友都是照着妈妈找的吗 其实黄子涛是徐一扬的老板 但实际上两个人的年纪却差不了几岁 黄子涛出道的时间比较早 年纪轻轻便成团出道有了名气 因为自身实力还可以 所以后来回国发展也一直都算顺利 而徐一扬真正被大众熟知 是因为选秀节目创造营2020 徐一扬的长相很有辨识度 而且唱跳能力在队伍里面也都很强 所以在大家看来 徐一扬一定会是成团出道的一位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 徐一扬最终并没能成功成团出道 这让许多观众都感到一难平 而作为他的老板的黄子涛 也因为这件事喊话表示 自己给徐一扬的资源绝对不会比成团的差 但是想必当时大家谁也不会想到 后来黄子涛和徐一扬两个人会传出绯闻来 说实话如果两个人公开恋情 其实也不算是什么坏事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而且两人还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 如果官宣肯定会让很大一部分网友可CP 无论黄子涛承认或者不承认 对于网友和粉丝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这些细节都说明两个人已经在一起了 剩下的无非就是为了女粉丝的心态而嘴硬罢了 既然选择了恋爱就好好生活 结婚生子并非是偶像明星的禁地 毕竟偶像也是普通人 过去曾同为男子团体组合EXO的一员 黄子涛的前队友吴亦凡就没有被网友祝福的份了 他如今的际遇也和黄子涛天差地别 大家都知道吴亦凡引诱骗少女被刑拘的新闻 在当时也算是娱乐圈一个轰炸性的消息 吴亦凡可以说是EXO归国四子里面资源最好 粉丝最多的 算是娱乐圈的顶流男明星 但一名叫都美竹的女孩出现 几句话瞬间把站在娱乐圈顶峰的吴亦凡打到谷底 也让大家见识到了娱乐圈明星们的命运转折 最终终于有了结果 那就是吴亦凡被刑拘了 吴亦凡其实很早就被爆出私生活不检点 但是奈何吴亦凡咖位大 粉丝众多 公关又非常专业 即便是女方爆出实质性的照片 依旧能被吴亦凡方的公关洗白 吴亦凡一众的粉丝们也无脑不加思考的选择相信他们的哥哥 即便女方是受害者 这些粉丝们依旧会跑到女方的社交平台上出口谩骂 比如前两年直接晒出私密照的小吉娜 明明照片都放出来了 吴亦凡照样把自己的黑料洗得白白的 反而小吉娜被网友们网报了很久 后来吴亦凡又牵手秦牛正威被拍 事后依旧是全身而退 而秦牛正威被粉丝们网报说女孩绿茶 故意找狗仔偷拍 自己炒作想出道 反倒是吴亦凡喜白非快 每次都是让什么也没做的女方承受网络暴力 前几次都被吴亦凡的公关摆平了 吴亦凡以为依旧可以仗着自己是大明星为所欲为 不但没收敛 反而还是徘徊在各种女孩之间 打着恋爱的名义诱骗一些不经事事的少女 没成想这次遇上了硬茶字都美竹 都美竹和小吉娜一样 在网上控诉吴亦凡诱骗少女的罪行 他起初的经历和之前的几个女孩一样 被粉丝骂甚至是诅咒 但是都美竹依旧选择和娱乐圈顶流硬碰硬 他要的是吴亦凡的一句道歉 原因是吴亦凡以签约新人为理由 联系上了漂亮的都美竹 身为艺术生的都美竹肯定不会放弃这么好的机会 可是到了现场没人谈签约的事情 先是一起吃饭 吃饭前还没收了手机 随后都美竹被拼命灌酒 直到不显人事 随后第二天醒来才发现自己在吴亦凡的床上 而旁边正躺着娱乐圈的顶流男明星 他这时候才知道 所谓的签约新人只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罢了 吴亦凡打折会对女孩负责的口号 当时都美竹认识吴亦凡时 刚满18岁 就这样一个30多岁的油腻男把都美竹片的团团转 各种甜言蜜语和承诺 还说要去见家长 都美竹真的以为吴亦凡爱自己 没成想 吴亦凡玩够就开始冷暴力玩消失 冷言冷语 这些方式都是吴亦凡对女孩们的惯用伎俩 他的目的就是让女孩自己选择离开 他继续开始烈焰 本以为都美竹说的话不是十分可信 但是随着都美竹自毁式爆料后 更多的女孩站了出来 纷纷在社交平台指控吴亦凡用相同的方式约过自己 在都美竹爆料的当天 前前后后有20多位女孩出来指控吴亦凡 随后两人都被带走调查 起初放出的消息只是吴亦凡烂情 都美竹又想借机炒作 但是两人都被中间人骗了 中间人两边骗钱才导致事情闹这么大 本以为会和以前一样慢慢回归平静 吴亦凡继续在娱乐圈捞金 最多也就落下个花花公子感情不忠的名声 没成想 警方后来突然发布了吴亦凡被刑拘的消息 基本上都美竹所有爆料的真实性已经被肯定了 看到这一结果 众多网友拍手叫好 纷纷表示 娱乐圈确实该清洗一下了 这件事也随着娱乐圈更新迭代的新闻慢慢沉下水面 感叹吴亦凡和黄子涛全然不同结局的同时 不得不说吴亦凡有今天的下场 纯属于旧游自取 而黄子涛靠着耿直认真的表现 获得很多网友的喜爱和支持 事业也一路之上 这不仅是人生际遇的差距 更是娱乐圈的杀鸡儆猴 做意先做人 希望这些偶像能多传递一些正能量 少一些乌烟瘴气 这里是闲鱼记 喜欢视频内容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